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阿松投顾为民欲语 欢迎收看今天总项会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台股大盘表现 今天台股大盘随着 在以昨天美股四大指数 形成全面性的大涨 那毕竟就是说 台股受到美股的一个联动 那当然的话 今天依然其实也要开高走高 尤其说今天收盘 收涨一个138点 收在今天的一个最高点 那毕竟我想以在这个阶段点 就是说以今天这个指数 今天涨一个138点这个当下 那已经把这个包括像季线 包括像月线 都是做到一趟 直接的一个站上 直接的一个站上 那当然话就是说 以在这个阶段点 其实郭老师我们就说 在这个波段 这个几乎性反弹展开以来 包括在上个礼拜 丁礼拜 228日 假日之前 一天 2月27日 碰触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月线的一个 下弯这个月线 这个压力 那比如说我们请各位 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那先卖一趟 我想所谓合适就是说 静待它回车拉回 拉回 你再做到一趟 重新的一个回接就OK 重新的回接就OK 所以我想到现阶段为止 就是我们带给各位这个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依然短短多的一个策略 我想到今天为止 我们依然都还不会去做任何的改变 都不会做任何的改变 那我们所持有的一个理由 我想最主要 包括像美股的部分 美国我想台湾跟美国这个联动性很高 那相对就是说 以美国盘 倒穹工业指数 终于在昨天 形成一较持稳的一个大涨 那相对应就是说 以在这个美国倒穹工业指数来讲 他月线又已经全面性 月线又站上去 那等于是说 包括像科技类股 美股像这个费城半导体 像这个NASDAQ指数 不仅仅月线季线 六条均线全部都站上去 尤其说这个这个趋势线 就是全面性恢复到这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那既然美国科技类股 尤其是说台湾是说 跟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 个股的一个联动性最高 那相对美国盘 这个科技类股都还在维持 要全面的一个多头架构 那当然的话我想 针对台股的部分 你就不需要太过悲观 在这个阶段点 依然我们坚持做多的一个车流 我想到今天依然 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那今天大概已经碰触到 这个月线的这个压力 比如说量又出不来 我想随时会做震荡 那这个震荡难免 毕竟就是说 就一个这个方向性来讲 我们依然还是请各位 密切做多策略 我想到今天依然 也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重点就是说 就算指数这个空间会适 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我想还是以纯粹 个股表现 你要去买对主流 我想这个才是各位 你在这个阶段点最大最大的一个课题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今天就说 或者说我们在今天有一个 在今天晚上7点钟 有一场这个 针对我们这一次这个 我们在新开发出来的这个 我们这个智慧型这个快打 部队这个手机APP的这个操板软体 我们在今天晚上 会有这么一场这个说明会 那这个说明会我想就是说 我们的投资配合们 你想要针对 不管是说 在这个阶段点 为什么我们这些 就是说能够协助各位去做到 不管是说精确的一个悬股 我太当初 你对悬股这个课题 你是最care的 买到好的标的 买到主流个股 我想这个才能够 带给各位去做到一趟实实在在 扎扎实实这个获利 所以说栓购我想选股最重要 那相对于就是说 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一场 这个软体这个说明会当中 会带给各位最大的 这两个主轴 会透过如果我们 如果来透过这个软体 协助各位来做到一趟选股 再加上这个买卖点 那大大话我想就是说 我们透过这个一套 我们智慧型选股的 这些个股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展现 我想在这一路以来 不管是说从我们在 我们这套软体是在封关之前 过年封关之前推出 那封关之前 我们在过年休假期间 我们送给各位这些 胡带标股 我相信这些高预 大盘翻盘 它涨大盘涨7%多 这一波这个技術性反弹 谈的7%多 那相对应我们送给各位的 这些个股胡带标股 包括像这个 像这个这个这个节力 短短4天30几% 大盘才7% 大盘盘它涨更多 节力涨30几% 四季钢 同样 矽钢同样 涨了多少 涨了32.5% 也涨30几% 包括像2342的这个贸息 贸息到今天 今天又是亮灯工涨停 股价都还在做的 持续性给攀高 所以说大盘涨 我们要如何去找到这个 领先你大盘表现的这些个股 我想这个你透过软体 都能够去做到 这样轻松的一个达到 那大盘在跌 大盘在想 我想我们带给各位 不管是说 就是说从这个上上个礼拜 包括这个6449的这个结帮 大盘 结帮天天创高 天天创高 我想一个礼拜 有20几%的这个获利价差 获利先把它放口袋 甚至说包括从上个礼拜 是我想我们真的 我们实际上给各位的这些例子 我们等一下会陆陆续续在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毕竟就是说 透过这个软体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应用 大盘企 你要找到一些比大盘领先大盘好几倍的这种标的 如何去成功做到 行迹说 大盘在跌 那逆势抗跌的这些组合个股又是在哪边 我想我们都在这一场这个讲座当中 全面性没有保留的 来直接跟各位做到一趟面对面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一场晚上7点钟 在台北办了这样讲座 一样请各位 你到前几天都还没有来得起报名的投资派门 我们依然欢迎各位 你先打电话 或者是说到我们这个LINE AT 去做点进去这个画面 那点进去之后你做个登记 登记完之后 就是说我们的服务人员会跟你联络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说明会的这个地点会在哪边 那相对应就是说 你就说你先完成这个预约报名这个动作 那变成为了说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钟 准时来跟各位做到一趟 针对我们这一套智慧型操盘软体的一个 详尽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再讲回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做分享 这一套软体我想一键搞定精确弦股 三个五分 不管是说你是短线的多头股 波段的多头股 短线的空头股 波段的这种起跌各股 我想透过这个整个一个画面 一个画面你要哪一个项目哪一个功能 一键搞定一键之后 这些相对应的这些个股就会出来 那相对你就是按照这些提示的这些个股 讯号产生买卖点产生的那个当下 根据讯号去执行各位该做的这个动作 获利真的就提供给各位就变得非常非常轻松 那为什么获利很轻松 我想除了我们这个胡代表股 我们已经跟各位分享过好几天以外 我想包括像说以今天来讲 今天台股大盘涨了一百三十几点 那相对我想整堆的股票都起得平平平平平 这个绝对的不稀奇 那并且说我想 我老师我们就是说从上个礼拜四 昨天 延续到今天 我们这套软体帮各位挑出来的这些 快打短多的这一标志 我想激起呼呼 今天全面性的一個鎖漲停 全面性的鎖漲停 畢竟就是說我們像我們在今天 唯一出來的這一檔 這個快打短多的這檔標的叫什麼 叫3661的這個四星KY 我想四星KY這檔標的今天 今天也是亮燈鎖鎖住漲停板 就是說他的一個買進訊號 他的買進訊號在120塊錢 120塊錢 這邊正是由空翻多 然後等於是買進訊號在120塊錢 產生那個當下 你根據訊號去執行各位 你該做的這個動作 夠收拔 收盤這個四星KY來到多少 來到136塊半 亮燈強鎖漲停 那我想針對這檔標的 我們不僅僅提供 就是說買賣的訊號在哪邊 那我們在之前跟各位講過 我們這套軟體當中 這個快打短多這些標定 你知道一按 我想這些個股 就會出來 那相對每天都不多 一檔兩檔 兩檔三檔而已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盤中指令 盤中指令 那這個盤中指令會針對 相對應我們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的個股 也不能買太多 那相對就是說 你透過我們再給各位 一個詳詳詳進進的這個指令 盤中指令的一個呈現 我想你看了線圖之後 你再搭配我們這個盤中指令的一個訊息 我想你這樣子的一個全面性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個都能夠去帶給各位 獲利就真的是變得很輕鬆 那包括像這個3661這個四星KY 我想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今天找盤 開盤不久9點半那附近9點半左右 我們就試下來做個買進 那買進的這個當下 我們同樣都先把這個停損點 停損點先訂出來 停損是訂在這個120塊錢 那我想這個停損要到的時候 我們都會再做一個通知 那買進去之後 我想以四星KY這檔個股 在這個12點56分 還沒到1點的時候 亮燈鎖住漲停 亮燈鎖住漲停 我想到尾盤都一路的守住 那這檔是今天 今天今天的這個 快打短多的這檔個股 那另外我想 針對今天這個波段起漲的 這個這檔標定 我想這是被動人間的這個和珊堂 我喜歡和珊堂 就是說這個波段修正一段時間 這邊正式也在從今天開始 波段趨勢 由空正式轉多 那我想它就是會產生 比較買進的訊號 這訊號落在103.5元 100.3萬元 那當然我想以和珊堂 今天今天一樣是亮燈鎖住漲停 股價已經來到 來到111塊錢 那這針對今天的這個 波段起漲這個標的 短打個股四星漲停板 和珊堂這個波段個股一樣漲停板 那另外我想針對就是說 我們這個軟體不僅僅提供給各位 這個買點的這個訊號 我想賣賣點一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畢竟我們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你會買不會賣會買不會賣 我想這個我們在以往 我們在過年封關之前 我們列舉給各位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很多的觀眾朋友們 你會買會買 買上去會漲活很不錯 漲上去 結果 翻轉的時候 你沒有去做到它賣的一個動作 摸都起了摸都落 我想這個到後來紙上戶櫃一場 就是說你是一場空 抱上去又抱下來 那我們就說我們在今天又針對這個快打 這個短空這個標的就是說 短線賣給零弧線這種個股 好像這個3044的這個見頂 我想以這樣標的 買點在這裡 這裡賣點出來 後續到今天產生這個賣出的訊號 那我想以它的一個賣出的一個訊號 落在哪邊 落在這個105塊錢 100塊5塊 那到今天收盤是收在這個102塊錢 你會買一樣要會賣 那你會賣的 往上這樣子就是說 透過我們這個軟體 針對買點賣點的這個訊號 我想都提供給各位 清清楚楚的一個呈現 而且講今天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軟體它挑出來 這是相關標的的一個實際上的一個表現 那包括想在近期 近期包括像我們就是說 大盤在跌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從上個禮拜是分享給各位 這個這檔被動連線 這檔這個6449的這個結邦 從它買點訊號產生那個當下 我想我們在我們這個Lineat 都直接跟各位做分享 正式轉多之後 我想一路一路漲 我們買去的call訊也是一樣 然後後續我想從這邊52塊1 一路漲一路漲一路漲 一個禮拜 先把22%的一個獲利價差 先換口袋 買點出現 賣點出現 根據訊號你去執行你該做這個動作 這是6449這個禦邦的部分 那甚至就是說我們再從前天 就是說上個禮拜禮拜四 針對這個3624的這個光潔 一樣是被動連線的一檔個股 買點一弧線 我想我們這檔標的 我們在上個禮拜四 不管盤裝不管節目 我想盤裝Lineat 或者說我們在節目 都有跟各位分享的清清楚楚 那當初以光潔這檔標的多少 買點是31塊8 剩下1塊8 買進去之後 到 這是買了個call訊 那到昨天的光潔 亮燈鎖漲停 亮燈鎖住漲停 延續到今天的光潔 我們做個續報 那等於是說到今天這個光潔 昨天漲停 今天再講漲停 盤裝也是講漲停 手盤壓回來大概漲了5%多 那相對我想以光潔這檔標的 短短從上個禮拜四到今天 昨天漲停 今天盤裝再講漲停 我想 底底矽鋼已經22%的一個價差 已經創造出來 那這是針對這個光潔的部分 那你要包括一下 我們在昨天給分享 給各位的昨天的快打短多個股 像是2399的印太 印太昨天強所漲停 今天呢 今天再所漲停 我想就是說 從這一路以來 不管從上個禮拜是這個光潔 光潔昨天漲停 今天繼續漲停 那以昨天的這個 產生的這個快打短多標的 這個2399的這個像印太的部分 在昨天是漲停 今天繼續漲停 連鎖兩天都是中停 今天包括今天的快打短多個股 四星KY所漲停 那該要各位去賣的這種標的 賣了訊號產生之後 賣了就是做到這樣快速這個壓回 我想這個 你就說透過這個機械式 這個軟體工具提示給各位這個買賣的訊號 你去執行 該做這個動作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能不能帶給各位 獲利真的就變得非常非常之輕鬆 我想針對我們這個這套軟體 相關這個應用 買賣點為什麼我們可以決定出來 我想這個我們都也會在 今天晚上這個這場講座當中 會直接來跟各位做分享 那畢竟我想 最近這段時間 不管是說從這個封關 我們送給各位的這些個股 對方從這個過年新春開放盤 我們送給各位的那幾檔 這個快打的這個這個短多的這些標的 我想不管是說 像這個四季鋼像傑利 甚至說包括像這個2342的這個像貿息 貿息又接著是漲停 所以我們在近期 我們帶給各位的標的 大盤在跌他都是逆勢抗跌 大盤一漲積極糊糊 全面性去鎖上庭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軟體工具 能不能帶給各位 去做到輕鬆豁利 我想這個各位 你自己做個好好思考 那我表示我們在今天晚上 會針對我們這一套這個自衛型 快打部隊這個手機APP 這個操板軟體 我們會在今天晚上七點鐘 在台北 來跟各位做到面對面的一個呼呼 針對這一套軟體的一個運用的一個說明 那你想要加入我們這場講 這場說明會的投資朋友們 一樣趕緊用廣告通電話或者說到我們這個LINE 直接來做這個登記的一個 這堆一個報名 那我們在今天晚上七點鐘 跟各位準時的一個見面 好謝謝各位的收看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然後再次推薦 再次推薦 再次推薦